儿子吧,赛三给你打电话 他因为房子有他的份 想叫你们给解决一下 第二个,我儿子 他打出监狱 他闹我二年了 给我闹得我一天也不敢回家 我就和他想和他断绝关系 断绝母子关系 我说第三个 你是我儿子 你没有权利把我财产给别人 所以你的第三个诉求 是把你给他的属于你的部分要回来 对,得给我要回来 他这么闹我受不了 他老说的房子是他的,是他的 叫他住吧,我就走了 方阿姨一上上就针对他的三儿子 提出了三个诉求 第一,解决房子求婚 第二,断绝母子关系 第三,要回儿子手中属于他的财产 我们不禁要问 年仅八旬的方阿姨 怎么就和他的三儿子 产生这么大的矛盾呢 现在你一个人住 有谁来照顾你的日常生活呢 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 他怎么闹您 白天我有病 天天我六点钟一走里聊去 晚上有时四点多 有时五点回家 他一来他就摔门闹我 他说你给我送监狱的 他三十九岁 我来说你 感谢观看